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美联储新掌门表示将继续逐步加息缩表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2月13号的凤凰 每周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13号就表示 美联储将继续逐步实现利率政策和资产负债表正常化 关注金融稳定性风险并保持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机构监管的重要改善 鲍威尔在讲话中肯定了后一轮时代逐步加息和缩表政策路径 鲍威尔表示 在全球经济十年来首次协同稳健复苏的大背景下 美联储已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上取得重大进展 重申尽管面临持续变化的挑战 但美联储的政策路径会保持稳定 鲍威尔强调金融危机后 美联储从严监管金融系统和银行体系无与伦比的稳健安全 资本金和流动性更高 风险管理能力更好 美联储将继续保持金融监管的重要成就 同时力求确保政策尽可能的高效 鲍威尔还表示 美联储将对任何可能的金融稳定性风险保持警觉 美国财经网站市场观察和金融博客领对冲分析 鲍威尔此番言论意在贫富市场恐慌情绪 彭博社分析认为 鲍威尔的讲话说明无论金融市场如何动荡 美联储都会在三月坚持加息 鲍威尔在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及对货币政策前景 美国预算赤字和利率等问题的看法 而他将于28号出席任内首个国会听证 并将在三月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后 举行首个新闻发布会 凤凰卫视王悠悠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全美近50个城市的快餐业雇员 在周一同步举行示威活动 争取实行15元的最低工资 1968年的2月12号 孟菲斯的两名皇位工人 被垃圾车碾压身亡 低工资与恶劣的工作环境 招致成千上万的工人大拔工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 全美麦当劳等快餐店员工示威活动 也选在了50年后的同一天 湾区圣河赛 奥克兰等城市的麦当劳连锁店 都有员工参与 一位2016年开始在圣河赛麦当劳工作的 单身母亲透露 她目前拿城市最低13块5毛的时薪 没有其他福利 示威者们进入到麦当劳餐厅里 高呼口号 要求将时薪尽快调涨到15元 工会组织代表指出 目前美国快三夜的工作环境依旧恶劣 低工资的同时却伴随着歧视性骚扰 而工作受伤的几率排在全美所有行业中的第二位 很多雇员都脱家带口 更糟糕的是快三连锁店都不负担医疗保险 雇员们最多能用奥巴马健保等最基本的保险 美国企业研究所公共智囊团的调查认为 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员工工作时间减少 没有专业技能的工人数量也会降低 但总体而言对社会的不利因素并不明显 防卫视刘海平盛和赛报道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日前在环球影城 谢尔顿酒店隆重举行新春招待会 12日晚 洛杉矶全桥界600余名嘉宾出席了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新春招待会 共襄盛举 总领事张萍协夫任陈伟出席了活动 并向洛杉矶乔邦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张萍总领事在这词中表示 去年到访洛杉矶的中国游客突破110万人次 中国与南加州经贸合作 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是美中关系重要的一年 新年到来之际 祝愿中国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 中美文化交流也更进一步 那么展望新的一年 我们觉得新的一年 不论是对中国来说 还是对中美关系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我们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 也是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 关键的一年 所以在国内我们有许多重要的议程 那么对于中美关系来说 我们也需要在保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同时 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 取得新的进展 当晚河道市市长苏王秀兰 蒙特利公园市市长林达坚 盛盖博士市议原料清和 洛杉矶县督查八格代表 吴中国 加州众议员周本丽代表刘爱琼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郭颂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丽社朝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马树荣 等众多民选官员及桥接代表 出席了招待会 另外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的文艺代表团 进行了乐器表演 民族歌舞等节目 为洛杉矶乔邦们献上了 精彩的新春演出 凤凰卫视陆孟航地洛杉矶报道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举行新春招待会 与当地华人华侨 中资机构留学生等 400多人共赢新春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举行春节招待会 李强明总领事致辞中 向美南地区华侨华人 和各界友人拜年 并介绍了中共十九大 中国经济 中美关系等情况 李总领事强调 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是有限的 发展的潜力是无限的 两国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 李总领事高度赞扬 美南地区华侨华人爱国爱乡 团结互助的可贵精神 希望扩大侨胞 积极投身中美友好事业 并在各自工作领域上 取得新的成就 美国国务院驻休斯敦 领团办公室主任布伦特 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巴顿·科特 德州众议员吴元芝 休斯敦市议员克里斯蒂 休斯敦市警察局局长阿斯维多 以及王毓副总领事等 领馆全体外交官出席了活动 联邦众议员彼得·阿尔森 联邦众议员阿尔格林 以及德州州长阿伯特 分别派代表转交了贺信 给大家拜年了 我爱中国文化 我希望美国中国友好采取 非常高兴有机会 向海内外华人祝福新年 祝大家万事如意 新春快乐 向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拜年了 我们要发扬 陈大德将军的慧物队精神 为中美友好发展 做出贡献 给大家拜年了 我们努力为中美文化交流 做出贡献 祝祖国繁荣昌盛 招待会上还表演了 故乡是北京金歌独唱 和安徽花鼓灯舞蹈等艺术节目 充分展示了大休斯敦华人社区 传承中国文化的浓厚气氛 特约记者穆时 信尼休斯敦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一起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亚马逊 正实在西雅图总部及全球分部 分别裁员数百人 亚马逊发言人表示 按照全年计划正进行人手调整 部分部门会削减职位 但也有许多部门会增加招聘 公司会对受影响的员工 安排内部调配 西雅图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指 亚马逊一开始在西雅图总部进行裁员行动 主要是涉及零售业务 原因是过去两年公司快速成长 已经导致部分部门预算透支 同时部分部门有太多员工来承担业务 除了总部以外 亚马逊在全球各分部也削减了几百个职位 美国航空航天局代理局长莱特福特 就近日公布的2019年预算草案表示 美国将于2022年开始建造月球轨道空间站 莱特福特表示 2022年美国将向月球轨道上发射动力和推进装置 这将成为月球轨道站的一个空间基础设施 以便对最近的邻居进行长期研究 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的总统预算草案 2019年该草案规定为航空航天局拨款198.92亿美元 美国今年的流感期目前已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流感季节之一 几乎每天都有人因流感死亡 美国大陆各州基本上都出现了流感大范围蔓延的情况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但是2018年第三周全美共有4064人死于流感和肺炎 占同期死亡总数的约10% 由于流感疫情仍在持续上升 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升高 到目前为止 这个流感期已经导致至少63名儿童死亡 季空中心官员此前表示 此次的严重程度和2009年猪流感高峰时相当 目前流感的感染比例为7.7% 已经达到了猪流感最严重时的水平 发生在2009年和2010年的猪流感 共导致6080万美国人感染 27.4万人住院 死亡近1.25万人 昨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迎新春欢乐家庭日活动 邀请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马里兰州 弗迪尼亚州等70多个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 共300多人到使馆供迎新春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李克星表示 驻美两国人民在几十年里 凝结了伟大的友谊 而收养了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 则为增进中美友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为中美合作搭建了友谊桥梁 李克星代表驻美大使崔天凯 对所有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父母表示诚挚敬意 并感谢有关儿童机构为这些家庭提供的帮助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一组梁三地的短消息 中国财政部公布了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财政补贴政策 财政部表示补贴政策的技术门槛要求将会提高 当中包括电池系统能量密度和整车能耗的门槛要求 同时财政部将合理降低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标准 分类调整运营里程要求 通知从本周一起实施 从周一起到今年6月11号将有过渡期 期间新能源乘用车客车货车和专用车将获得部分补贴 2018年春运进入第13天返乡客流高峰持续 北京三大火车站的发送旅客量超过450万 上海浦东洪桥两大机场的单日进出港客流 预计通过30万人次 深圳高铁日发送旅客超过19万人 另外为了疏导入口处密集的客流 安检通道也全部开放 车站内的便民医疗点也有医生 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简单检查和治疗 为保障春运安全 当地各相关部门都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做好应急员 平昌冬奥会的赛程越来越紧张 中国女将刘嘉宇13号在单板滑雪女子悠行场地的决赛三轮较量中 全部文首第二位获得89.75分 落后于赢得98.25分的美国韩裔选手克罗伊金 赢得一面银派 另一名美国选手戈尔德就得到铜牌 而蔡雪彤就获得第五名 这次是中国选手连续四姐真主这一项目 并首次名列三甲实现了零的突破 但中国短道速滑队却出师不力 无缘取得女子500米的物联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走开 好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二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二早市开盘就呈现了一个 小幅窄幅反复的走势 那当然开盘是道指一度跌幅 还是接近百点 随后又逐渐的震荡走扬 收盘式算大指数是以上升做收 这是在今年大幅盘整以来的第三天 连续以上升的走势 而且在星期二道指在一天之内的波幅 又是达到两百八十点 那么市场人士表示目前投资人 有一些稳定的心态进场 但是关键还要高度关注 在星期三公布的消费物价指数 如果这个指数超出目前市场预期的 核心指数增幅为0.2%的话 恐怕市场将会出现大幅的转向 如果说十年常债收益率出现大幅上升的话 股市抛压又会重新的涌现 投资人认为现在的风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特别是高盛公司的分析师表示 在今后六个月 联储将会按部就班提息 美国十年常债收益率将会大幅上升 甚至突破3.5% 届时市场还会出现大幅盘涨 各行业类股基本上还是出现一个 震荡走扬的趋势 但是只是房贷类股和供应类股 略微呈现一个小幅下降 那么金融类股和服务性零售类股 在星期二呈现一个上升的走势 投资人高度关注 还是星期三的CPI 也就是在美东时间早上8点30分 公布的零售销售物价指数 以及它的核心通胀指数 那么星期二可以说是大盘 离开之后震荡走扬 小幅上中作手 以上是星期二情况 包括放红绿市旁哲 纽约报道 一切来看世界其他地方的全球 曾经指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近日于洛杉矶驿驿站美术馆录注节目 此次红波加州山水作品展展出云影透光 及真色深香两个主题作品三十余幅 多数画作在展览前就被包括威尼斯人酒店在内的众多机构 或个人收藏家预定 此次以美国加州山川为粉本的云影透光系列 是它对用中国画画美国山水探索的最新成果 西方油彩于东方水墨碰撞出奇幻效果 云影出蓝气浮动透光中单轻耀眼 使它的画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 为中国水墨表现在天能重的一笔 不管是在用美国山水作为主题的创作也好 或者是在技法上也好 我都是力求做到有一个新的一种 创新的一种个人面貌 达建一个从视觉上 从绘画的思想 能够引起东方西方的朋友 的爱艺术的朋友 有一种共鸣 据了解此次作品中最大的一幅山水作品 展出当天被一位红波画作爱好者 以14万美金购得 今天大家看到了就这么多这么的各行各业 可以说美国的主流社会的来自于比飞山庄 来自于好莱坞的大咖 我刚才就一一的介绍了 来同场红波的画家 可见红波本人他的艺术已经走入了国际 我作为他的策展人 周正工作室的创始人 对他这个画展我感觉非常欣慰 此次展览获得美国主流社会 及学界的高度重视 得到广大艺术爱好者和藏家的积极响应 近百名嘉宾前来观展 包括美国著名媒体人 22次爱美奖获得者 卡罗斯·马斯瓜和其夫人 财经教母Sharon & Masqua 美国著名影星Bill Blair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术系教授Richard Warren 世界著名市内设计师Sandra Costa 以及圣盖博士师议员廖清禾 蒙特利公园市市长林达坚等 纷纷前来观展祝贺 此次展览将展出至2月28日 感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 难得一见的加州山水系列佳作 凤凰卫视陆梦航地洛杉矶报道 欢乐春节《魅力惊惊祭》活动 在比佛利山市塞班剧院首次亮相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表示 欢乐春节《魅力惊惊祭》 是洛杉矶地区春节庆祝活动的重头戏 吸引了很多美国主流社会的人士前来观赏 对于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增加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都有积极作用 在好莱坞 比佛利山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剧院里演出 很多主流社会的人也都来欣赏 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成功 对促进我们中美的文化交流 对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佛利山市市长莉莉博斯和数百名美国各界人士 欣赏了惠翠明月 杂技 昆曲 舞蹈 古彩戏法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精彩表演 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大师 河北卫县剪纸大师和来自北京的古琴 书法 插花大师 一道向美国观众展示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并介绍了北京市 天津市和河北省的春节文化 民风民俗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图片展 帮助观众图文并茂地了解京津冀地区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 杭地 洛杉矶报道 一起来看明天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杭地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杭地区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您先请登陆iPhone、YouTube.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收看 再会 凤凰美洲新闻友 长荣航空 长荣航空 A Star Alliance Member 老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匪罪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和房子 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y Farm 让您稳健一生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